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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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師卑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五世道法 馬祖的道法 大家來分享 所謂的決定命運的五個要事 在我們台灣 或是整個中華文化的背景之下 我們場長會聽到 老一輩都會講 人的命運其實都是 影響最大就是一命 一命 禮溫 三風巨 三風水 四季德 五讀書 在談這個五個要事 影響人的命運 所以我們看一個人的命運 或者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就會看一命 李溫 三風巨 四季德 五讀書 這是可以決定你的命運的一個要事 那什麼叫命呢 命就是說 比如說你先天條件 生了以後 生出來的道地的一時間 你帶了以前的業力 以前的福報 你是怎麼樣的命格 這決定你是最大的一命 就這個決定最大 你上輩子 集了很多的福報 那你這輩子的命運都會比較順暢 所以 佛教長長長講這句話 要問你這一生怎麼樣 就是上輩子做得怎麼樣 未來會怎麼樣 就看你精神做得怎麼樣 那就是命 所以你帶了什麼樣的命 命就像我們打牌打麻將 大家一打 拿到的牌是什麼牌 然後決定了你的命運 他說第一 命很重要 你的命格好壞 格級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都會 一般看主為朵樹 看巴樹 來看看你是怎麼樣的命格 生天條件中 具備了什麼樣的優勢跟缺點 那硬是什麼 硬就是說加上一個時間 人的氣硬 氣溫 有人呢 財硬來的比較早 十幾歲就走財硬 有人到了二十幾歲三十幾歲才走財硬 有人到五十六十歲才財硬就會來 能有起起什麼糊糊 在一個人生的過程的時間上 那硬是有起起什麼糊糊 那命硬最大差別很簡單的一個區別就是可以這麼比 命就像你開的車子 你用花了六百萬的台幣 八百萬的台幣 買一輛好車 它的性能非常的好 這個格級非常好 那這個硬是什麼 這輛車子現在開到哪裡了 如果開到高市公路 很平坦的高市公路 那這個好的車 性能就可以發揮 就可以標誌得很安全 那如果你命不好 就是要你買的車 二十幾萬的中古車 性能又不好 又容易拋錨 它的一個整個格級不好 那硬是什麼 你現在到高市公路很平坦 你也不能開 你開快 它也會拋錨 開快也會拋錨 那硬就是那個路況 你好的車遇到不好的路況 遇到那個巷子口 巷子路 裡面都是單行道 人家都佔置了很多的地方 你也不能開 那凹凸不平的地面 那你很好的 八百萬台幣的一個好車 你在這邊也不能開快 隨時很危險會跑 因為你的路況不好 那就是硬 車子是命 性能車子的好壞是命 你的走的路況 現在開到哪裡 所以人的命印 這個氣印 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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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叫氣印 你的時間起起伏伏了 你如果命好 印又好 路況又好 你就可以飆車 你真的好 那這個命印怎麼看 這是我們中國的武士 就從八字 祖威可以看到命 也可以看到印 那我們從一個人的面相 就看到他的氣印 他現在的印是怎麼樣 得意還是失意 從心理學 我們也知道 你大概怎麼樣的命格 先天級別怎麼條件 那你現在的氣印呢 印氣這時間點呢 現在的印氣如何 那我們也可以普掛 你現在好印啊 這位考試考得上考不上啊 你的印是如何 從你的外在 從你的外在 你的一個面相 我們可以看看 你整個現在過的生活是怎麼樣 你現在的印如何 當然從姓名學啊 從祖威斗士啊 八字啊 可以算出 你未來的印是會如何 那你的個性 你的命是怎麼樣 你的個性啊 即便的先天條件 再加上時間 怎麼時候可以發揮 就是所謂的我們中國 喜歡看命運 看命運 那第三會影響我們的命運呢 變化的呢 還有一個要事就是風水 所以我們看看風水 所以郭文壇長講 三彩天連地 你這個天就是你的命運 以天先天條件 加加的天時 就是時間啊 整個氣印的變化就是你的命運 是天 還有地 地就是風水地理 就是你住家的環境 洋宅 你呆著辦公室的佈置 它都會影響你的命運 影響你的運氣 就是氣印 也會影響到你的命 這影響命運的要事呢 就是風水它也會影響 就叫排第三 所以要注意到環境的本身的影響 那風水也還有一個 除了這個物的東西 住家環境的問題啦 擺設啦 另外就是朋友 你一個人 起到一個好太太 好太太會來幫忙你 你交到好朋友呢 好朋友會來幫忙你 貴人來幫你 所以你的環境也會影響你 包括軟體的環境 一到一個好長官 這個行業 都是這些老師啦 有讀書的人啦 教授跟你在一起 每個人向上的觀念都正切 受過儒家的一個教育的啦 佛家的教育 基德 基德談的什麼 就是自己的修為了 你有沒有禮貌 有沒有恩義 我為人人 人人來什麼呀 為我 所以你的修為 你的個性 你的重的福報 你的道德 你自我的修為 道德是良好的一個行為 合乎社會的一個法力 所謂社會的一個期待 你的基德 就是這個德性 重自己福報 你有沒有財師啊 法師啊 無畏師啊 那持自己的戒 戒自己的口 不亂講話 不妄疑啊 不良舌啊 對不對 不餓口啊 你就是把自己的持戒除好 然後又多做三事 那了凡世信呢 在教育當中告訴我們 他的命運呢 注定就是沒有小孩 那是夭者的命 像是十歲就要死掉了 然後可以當到怎麼樣的一個官位 多少收入都被注定了 可是當他開始呢 基滿三千個功德 人主要基滿三千功德 就可以成仙成佛 就可以改變命運 所以基德就本身要改變命運 所以隨時我們呢 都要培養德性 所作所為呢 要基這個德性 盡量去幫助所有的人 隨緣基德 這個緣分呢 我們就幫助別人 然後盡量的累積自己的一個良好的行為 的功德 我們會可以改變命運 在聊完世信的教育就是在告訴我們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讀書的 就像現在各位在聽 是棍的分享 就在學習這些知識 讓自己後天的學習 加強後天的學習 讓自己的能力級 智慧靈異能擴大 你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那有問題呢 我們就請教老師呢 多讀書呢 那西周現代的科技 現代的知識 讓自己的能力的景點擴大 來幫助別人解除別人的壓力 解除自己的壓力 所以讀書可以翻身 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所以你要自己去看自己的命盤 自己的運勢如何 那重視自己的風水 然後自己的德性呢 所行所為給人家微笑 待微笑 永遠幫人家離苦怎麼樣 得樂就叫慈悲來激這個基德 然後會努力的去耗血 去求血問 然後聽人講啦 請教人家啦 那多讀書 你的命運就會改變 命運會改變 所以古人呢 很有智慧 一命理文殺風劇 四基德 五讀書 改變命運 所以年輕人多讀書 多讀書 那隨時每個人都要多基德 不要對人家不理貌 不要亂丟垃圾 收煙啊 讓人家不高興 讓幫人家離苦什麼 得樂 自己的修為 要不斷的進展 然後呢 我們要找到一個好的環境 選擇朋友 選擇我們的老師 選擇我們相識的人 跟有錢的人在一起 我們就會有錢 跟有德的人在一起 我們就會有德性 本來就是這樣子 跟會開車的人在一起 久了我們會開車 所以既然呢 習慣呢 都可以擴大 所以習慣會影響我們 環境會影響我們很深 那我們的運勢呢 就會變成 運就是有點先天的 看你哪一年哪一年 那中國呢 台灣呢 美國呢 他的經濟狀況 每年都有一個 有運勢氣韻的 所以我們的命也是有氣韻的 了解自己的氣韻 該沖的時候就沖 該沖的時候什麼 要沖 了解自己的命格 自己的專長 特長 個性是怎麼樣的 那我們改變我們的個性 改變我們的個性 把握著那個運勢 這個社會的氣勢 那我們命運也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也研究命理啦 還會再看命啊 就是為了解命運 然後呢 我們看性命學 也希望呢 自己呢 命運很了解 然後變得更好 那風水呢 懂一點 讓自己呢 帶到很好的環境 讓我們的氣韻更好 所以 一個人有讀書 就知識達理 就有基德 一個有基德的人 好多好冷氣 他就有好的風水 有好的風水 有好的一個能力 好的什麼修為 你的運勢就會改變 運勢改了 命運就是什麼 改變 那今天講到這個話題呢 我們 徹底的去了解 中國人講的 靜命 李溫 大鴻記 世紀德 五六四 他是真的 所以中國人很重視風水 不管是陽宅陰宅都非常的重視 當然我們要提升一點 要重視我們的環境的影響 那顧問不要講陸式一點 在科學家 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家 在英俊 真正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用科學的角度 用心理學的角度 以社會學的角度 他就四個 第一個 就所先天的什麼 條件 有人生下來 然的 你的 你改變不了 有人生在家庭 一些環境 所以有人生在伊索比亞 生在中東 生在中國 生在美國 生在歐洲 生在台灣 每個人的命運就不同 所以先天的條件不同 先天沒有辦法改的 以上輩子所做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輩子要好好做 那萬一 下輩子在當年 輪迴當年 你先天條件就比較好 所以第一個 影響命運就是先天條件 就是古文所講的命運 命運可以看你的先天條件 第二個人 是所謂的後天的環境 你的環境裡面 生活在美國 學習的是講英文 到日本講日本話 在韓國講韓文 你先天的環境裡面 你就會學到你所學的東西 所以 後天環境的學習 環境的影響 所以環境影響很大 環境的影響你自然就學會了 再來第三個是後天的學習 你有沒有努力是誰 你有沒有努力是誰 所以第一個先天條件 第一個你的環境 後天的環境 再來是後天的學習 環境影響再來是後天的學習 你學習有沒有努力 每天說你命好 運好 當做什麼 命運多好 剩下這個國家 很經濟發展 大家都在賺錢 可惜天天在家裡睡覺 你也沒有用 所以 自我的一個努力 就學習 後天的學習 努力去加強你的讀書 對不對 就很重要 那這些社會學家 科學家 他又講了 最後一個是 自我的提示 自我的提示 是你自己 我要成功 我要成功 我要當什麼樣的人 我要向孔子學習 像我們要上馬子學習 來 我馬祖 你就自我提示 我是馬祖 所以 我不做一些不好的行為 我們這些都是很有禮貌的 都帶著微笑 然後沉默什麼樣 寡言 你自我提示 我要成功 我要像誰一樣 我要努力向上 我不要當一個沒有用的人 我要當一個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這種心態的人 那自我提示 會改變命運 所以現在 你聽了 顧問的一些分享 你自我提示 我要改變我的命運 那我要尊重我的風水 讓我自己處的環境很好 這環境影響 會影響我們的命運 那我開始積德 自我提示 我是一個好人 我就變成廚法 只要修上去 脫離六道什麼樣 輪回 自然你的命運改了 你當下你就是活 每個人都是活 而捷悟的人 眾生就是活 所以你會開始自我提示 我是活 我是馬子 我開始要向上 然後後天的學習 基本上要努力 所以 我們在東方在講的 中國的古學 古老的智慧堂 一命離溫 當時世紀德五讀詩 西方社會科學家講的是 先天的條件 環境的影響 後天的學習 還有自我的提示 你想想看 是不是一樣的 是不是一樣 所以要改變命運 不難 只要我們用心 開始注意這些 我們知道先天的條件 然後我們後天 會去努力去學習 然後注意環境對我們的影響 環境給我們好的還是壞的 我們會警戒 然後會自我提示 我想成為怎麼樣一個人 我會去努力 還是要當一個好人 OK 這樣的話 就是命運做個改變 其實東方西方沒有什麼差別 講的是一樣的 以上 跟您大家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煩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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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